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命纪》第九章 有人指着他们说 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 你今日当知道 耶和华你的神 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 要灭绝他们 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 这样 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 赶出他们 使他们速速灭亡 耶和华你的神 将这些国民 从你面前撵出以后 你心里不可说 耶和华将我领进来 得这地是因我的义 其实 耶和华将他们 从你面前赶出去 是因他们的恶 你进取得他们的地 并不是因你的义 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 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 耶和华你的神 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 又因耶和华 要坚定他向你列祖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启示 所应许的话 你当知道 耶和华你神 将这美地赐你为业 并不是因你的义 你本是映着景象的百姓 你当纪念不忘 你在旷野 怎样惹 耶和华你神发怒 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 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 你们时常被逆耶和华 你们在和列山 又惹耶和华发怒 他恼怒你们 要灭绝你们 我上了山 要领受两块石板 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 那时我在山上 住了四十昼夜 没有吃饭 也没有喝水 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 交给我 是神用指头写的 板上所写的 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 在山上 从火中 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过了四十昼夜 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 就是约板交给我 对我说 你起来 赶快下去 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 已经败坏了自己 他们快快地 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 为自己筑成了偶像 也和华又对我说 我看这百姓是映着景象的百姓 你且由着我 我要灭绝他们 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 使你的后裔 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 于是我转身下山 山被火烧着 两块约板在我两手之中 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 你们的神 铸成了牛犊 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 所吩咐你们的道 我就把那两块板 从我手中扔下去 在你们眼前摔碎了 以你们所犯的一切罪 行了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惹他发怒 我就像从前 俯伏在耶和华面前 四十昼夜 没有吃饭 也没有喝水 我因耶和华 向你们大发烈弱 要灭绝你们 就甚害怕 但那次耶和华 又应允了我 耶和华也向亚伦 甚是发怒 要灭绝他 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 我把那叫你们 犯罪所住的牛犊 又火焚烧 又捣碎磨得很细 于是细如灰尘 我就把这灰尘 撒在从山上 流下来的溪水中 你们在塔贝拉 玛萨 基伯罗 哈塔瓦 又惹耶和华发怒 耶和华打发你们 离开加迪斯巴尼亚 说 你们上去 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 那是你们违背了 耶和华 你们神的命令 不信服他 不听从他的话 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 你们常常背逆耶和华 我因耶和华 说要灭绝你们 就在耶和华面前 照旧俯伏 四十昼夜 我祈祷耶和华说 祝耶和华 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 他们是你的产业 是你用大力救赎的 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 亚伯拉海 以撒 雅各 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 邪恶 罪过 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 那地之人说 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 领进他所应许之地 又因恨他们 所以领他们出去 要在旷野杀他们 其实 他们是你的百姓 你的产业 是你用大能和身出来的 绑币领出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